欢迎来到中国简报 中国十段线地图引众怒 马来西亚总理称中国承诺继续谈判争议领 VOA杨安 中国政府上月底发布新版地图 在南中国海标筑十段线 似乎扩大了对争议性海域的主权主张 继而引发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抗议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安瓦尔·伊布拉辛 表示中国以保证将继续与东南亚国家 就南海有争议的领土主张进行谈判 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行动 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周六9月24日播出的节目中 安瓦尔接受采访表示 在北京上个月发布了一张 以十段线雕筑南海的地图后 中国总理李强向他做出了会继续谈判的保证 中国新版地图引起了诸多邻国不满 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文莱、台湾 旧南海水域的十段线向中国表达抗议 印度也因为中印争议边境上的印度省份和地区 被划入中国版图表达强烈抗议 安瓦尔指出 李强明确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示 中国将继续谈判 不会采取任何会与该地区的同僚或朋友爆发或造成分歧的行动 安瓦尔告诉CNN 这非常令人放心 然而过去几个月 中国在南海的行动确实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 8月初 菲律宾指控中国海警船用水炮攻击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补给船只 菲律宾外交部为此召见了中国驻菲大使并表达外交抗议 美国总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韩国总统尹锡悦在华府尽交代为营举行三边峰会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 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为支持其非法海洋权力主权所从事的危险而咄咄逼人的行为 至于在另一个情势急剧升温的台海方面 安瓦尔表示 随着中国寻求对台湾提出主权主张 马来西亚对此同样感到忧心 他说 双方都必须避免可能对区域造成影响的不必要挑衅 由于马来西亚政府加强对LGBTQ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 库尔社群的审查 安瓦尔的民主改革承诺也遭到质疑 对此 他重申马来西亚不会接受LGBTQ族群权益 但也强调不应该骚扰这个社群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拜登驻守与越南进行军火交易谈判 可能激怒中国 日本时报 美国正在考虑向越南出售沿海巡逻艇的交易 因为南中国海局势继续升级 这项潜在交易将加强美国和越南之间的伙伴关系 今年早些时候已升级为全量伙伴关系 此举是因为中国继续在该地区主导地位 导致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 拜登遭受挫折 索罗门群岛总理缺席会议 未报 索罗门群岛总理马纳赛 索加瓦雷将不会参加下周与美国总统桥 拜登举行的太平洋岛国峰会 白宫对这一决定表示失望 此前索加瓦雷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 赞扬了中国的发展合作 拜登主持这次峰会 是为了加强美国与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接触 而中国也在寻求增加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中国由腾讯主导 举办电子竞技史上最重要的时刻 日本时报 亚洲运动会是一个每四年举办一次的地区性体育赛事 将首次将电子竞技作为一项合格的比赛项目 这标志着电子竞技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因为这将是视频游戏 首次有资格在一项重大体育赛事中争夺奖牌 绿色重型机械 电力在中国推动更多的建筑和矿业活动 南华早报 徐州建筑机械集团XCMG 是中国第二大重型机械制造商 希望将其电池和氢燃料动力重型机械的销售额增加三倍 占其总收入的30% 该公司正在寻求国内外零部件合作伙伴的专业知识 包括中国的比亚迪和丰田 以加快其产品线的电气化进程 XCMG的新能源产品销售额在2023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75% 达到52.7亿元人民币7.22亿美元 超过总收入的10% 严重的障碍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 南华早报 根据湖南省当局本月发布的研究 严重的健康和职业障碍阻碍了中国妇女生育 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警告称 该省大多数城市未能紧急应对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一项调查发现 仅有14个城市中的4个 在4月底之前推出了详细的增加生育计划 而之前的截止日期是2022年底 今年早些时候派出的一支检查组 调查了政府机构 托儿所以及家庭面临的问题 发现职业压力 不孕症以及高昂的费用 是妇女面临的主要障碍 许多女工担心如果怀孕会被边缘化 所以她们别无选择 只能推迟或放弃生育 报告称 报告还指出 不孕症是另一个重要挑战 即使有14亿人 也无法填满中国所有的空置房屋 前官员承认 CNN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面临着危机 因为该国面临着大量空置公寓的问题 根据一位前官员的说法 中国14亿人口将不足以填满所有空置的住房 自2021年房地产巨头 中国恒大集团违约以来 该国的房地产行业一直在苦苦挣扎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截至8月份 未售出的住房总面积达到6.48亿平方米 70亿平方英尺 这还不包括已售出但尚未竣工的住宅项目 或被投机者购买的空置住房 新加坡银行在洗钱丑闻后加强对客户的审查 金融时报 新加坡的银行正在加大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客户的审查力度 包括中国 因为这个城市国家正在应对一起洗钱丑闻 金融机构已经通知客户和顾问 开设私人银行账户的等待期 已经从之前的不到一个月增加到三到四个月 并且一些现有账户正在被关闭 尽管这不是一个官方的规则变化 但较长的处理时间反映了当局在一起洗钱团伙被曝光后加强了禁止调查 这些机构正在关注来自中国 瓦努阿图 土耳其 圣基茨和尼维斯 多米尼加和塞浦路斯的客户 中国在东南亚的一带一路计划已经实施了十年 效果如何 南华早报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人们对参与这一数十亿美元的互联互通计划 所带来的编辑回报和政治副作用越来越担忧 2018年 中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和建设合同达到了约318亿美元的峰值 土地所有权 劳工权益 腐败和环境影响等问题 一直是一带一路项目争议的主要焦点 人们越来越担心社会不稳定 核债务风险 并且缺乏原材料和本地工人 来提供一带一路进程的编辑回报 不明确的招标程序地缘政治问题 以及项目周围的不可预测性也是问题所在 目前超过60%的中国海外贷款 又被认为处于财务困境中的国家持有 而2010年这一比例为5% 中国主办的亚洲运动会夺得首枚金牌 路透社 中国在中国杭州的亚洲运动会上获得了第一枚金牌 邹家琪和邱秀平在华船的轻量级女子双人双奖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比乌兹别克斯坦的亚军领先近10秒 预计中国将在亚洲运动会的奖牌榜上占据主导地位 就像他们过去一样 由于COVID-19的原因 这届比赛推迟了一年 LG化学与华友集团合作 在摩洛哥建立共同的LFP正级材料工厂 路透社 韩国的LG化学与中国的华友集团合作 在摩洛哥建设一座电动汽车EV电池材料工厂 该工厂每年将生产5万吨磷酸铁理LFP正级材料 这些材料将供应北美市场 并获得美国通胀减少法案的补贴 LG化学首次进入LFP正级业务 以满足对更便宜的EV电池的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为汽车行业寻求生产更实惠的EV LG化学还计划在印度尼西亚建设两个设施 并在摩洛哥建设一个里转化工厂 中国的蝙蝠女士警告称 另一次冠状病毒爆发极有可能发生 南华早报 中国著名的病毒学家石正丽 被称为蝙蝠女侠 警告称 未来很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冠状病毒 石正丽所在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团队 评估了40种冠状病毒的人类溢出风险 并将其中一半评为高风险 该研究确定了病毒的重要素主 包括蝙蝠、孽齿动物 以及可能的中间素主 如骆驼、果子梨、猪或穿山甲 石正丽及其同事 还确定了可以用于主动监测这些高风险病毒的快速敏感的检测工具 中国天安门批评者准备在台湾转机休息室长时间等候 未报 中国意义人士陈思明在台湾机场寻求庇护 并准备等待数月 如果必要的话 离开前往第三国 陈思明经常纪念天安门事件 他表示曾多次被中国当局拘留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 陈思明请求台湾政府协助他在第三国重新安置 最好是美国 他表示台湾对他个人来说是安全的 但他在美国有很多工作要做 陈思明在7月逃亡老窝后寻求庇护 日本中国韩国会晤 越南GDP 印度尼西亚的火车 日经亚洲 日本中国和韩国的高级官员计划在首尔会面 讨论重启政府间对话 并有可能举行三方领导人峰会 印度尼西亚也预计在本周末 推出东南亚首个高铁服务 感谢收听 以上内容展示了 由6DO团队精心策划的最新简报和分析摘要 这些见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家可靠媒体机构 智库 政府来源和专业专家 我们鼓励您探索这些来源 以获得全面的视角 请记住 尽管内容可能不总是与6DO brief的官方立场一致 但并不意味着应将其视为决策的绝对指导 6DO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媒体专业人士 学者和杰出科学家组成 是一家开拓性的完全独立的媒体机构 为了根据您的专业需求 定制6DO brief 您可以选择在我们的网站 6DO brief.com上订阅各种简报 无论您身在何处 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方便地收到6DO brief 打之后 感谢观看